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每一次的吃饭喝咖啡都是神都是圣灵打开了一个机会让我有可以跟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去分享神的话语然后为他们祷告 今天我们的灵修来到了希伯来书二章15到16节经文是这样说的 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一个怕死的人吗? 你会因为害怕死亡心中产生恐惧吗? 我小的时候最大的害怕就是我的亲人会因为死亡而永远的离开我 但我信了主之后就已经不再害怕死亡 可以把我与我的亲人分开 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可以使我和我爱的人在天堂继续的在一起 这一周呢我刚刚提到有位姐妹约了我出去喝咖啡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谈话 她问我应该如何跟她90多岁的祖母传福音 她一边分享一边流泪 我明白她的眼泪 是害怕如果祖母过世之前还不认识主耶稣 她就无法再见到祖母了 她心里面是渴慕着祖母可以得到这个福音 但是祖母又患有痴呆症多年 身体的机能也渐渐衰败 她害怕她传的福音 祖母听不懂 我告诉她每一个人信主都是圣灵亲自的带领 我们不过就是个传道的人 当圣灵要引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 即使祖母的头脑不清楚 也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有清楚的思绪能够接受福音 跟随主耶稣 因为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刻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 而是因为我们的灵性被圣灵所启发给引领 然后可以顺服福音 再来我们还谈到如何跟年长者传福音需要避免的错误 因为有时候我们跟亲人传福音呢 心里会很急 有的时候想可能会用情绪勒索或是威胁的方式 去勉强我们的家人信主 而今天的经文提醒了我们 被救恩所释放远离死亡的那一群人 是按着应许而生亚伯拉罕的后裔 而不是按着仁义而生的 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孩子 长子是按着人的生的以什玛利 赤子才是按着神的应许而生的以撒 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大国 是赐给了按着应许而生的以撒 而不是头生的长子 同样的神的应许 是给那一群按着应许而生的基督徒 不再做死亡的奴仆 神的救恩是要给这一群蒙应许的人 所以这应该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不要按着人的心意去传 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心意 知道适当的分享 也知道适当的收敛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赞美你的救恩计划 求圣灵帮助我们 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们 可以按着主你的应许和圣灵的引领 认识福音 跟随主耶稣 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 在传福音的时候 把结果交托给神 不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控制福音的结果 我们将一切的救恩荣耀归给神 我们为着福音要来夸口 因为福音是值得我们去传扬的 求主再一次加添我们弟兄姐妹 这一天所需的力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